我一開始覺得驚慧天人 是一種護膚身體驗 我未摸過這樣質地的東西 我也有很多款噴頭 也見過很多噴頭 但我覺得它是最好的 我一查完就覺得 夏天我們一定要開啟這個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最新進駐Miming Mart的品牌 是來自加拿大的Gradon 也是我們第一次進入加拿大的產品 說一點點淵源 就是加拿大領事那邊 有一個財務委員 他差不多過去兩年 都不斷傳出加拿大的品牌資料給我 我真的有逐個研究 但有些可能都是自然 包裝或者產品都未很成熟 直至今年年初見到Gradon 都覺得很適合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Miming Mart 我一直都欠缺一個專門用敏感機 以及問題機的LINE 我面前暫時只有五支產品 但其實接下來陸續 再會進入Gradon的其他產品 但這五支比較基本 也是我最想快點帶到香港市場 簡單說一次 就有藍螺旋組的結面泡泡 這個MISS就像Tona一樣 但很特別的 它是用孔雀石 以及四種的礦物 即是五種造成 而且質感很棒的 這兩支是面箱 這個叫超敏感皮膚 很明顯是超級敏感的皮膚 它裏面是沒有香料 以及有植物分子 但如果你沒有敏感 例如我這樣 我都很喜歡用它 因為質感很舒服 然後這個Green Cream 就是為問題皮膚 你都很想找一個Green Cream 是好像養著你的皮膚 以及可以做到淨化 以及排毒 而這個叫Face and Body Lotion 為何可以塗上臉 就是因為它的質感是極之薄的 我一塗完就覺得 夏天我們一定要開啟這個 最大的好處是用完它之後 不會黏著沙馬褲 不會黏著皮膚 在那邊捲著皮膚 很清爽 真的塗完是很舒服 但是是夠潤的 它整個品牌 都是用一個Super Food的概念 以及一些加拿大獨有的植物 罕有的植物來做 先講這個Face Foam Meming Bart